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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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來 選民開爆 現場直播 我是漁夫 那麼你現在呢 準備去哪裡呢 你是不是要出去看證件會的 不用了 今天我們幫您請到了 三黨的炮灰 三黨的代表 那麼從我中水平開始呢 第一位是我們民進黨的這位 舉手 主席務長 陳中信 第二位是我們的國民黨的 李柏源 是 第三位是我們新黨的 被漁夫找來當炮灰的 新黨 李聖豐 那麼今天的節目 我們非常的輕鬆 跟一般的這個政治節目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呢 你們可以在這個時間呢 趕快去泡壺茶 然後準備拿起李家的電話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選民開爆 是開放 call in 給各位啊 這個我們這個三個 三黨的代表是準備 他們已經有這個共識 就是他們今天準備當個炮灰了 是不是 好 OK 好 三支電話 394-902 397-3604 397-3610 通通可以打進來 那麼 那麼 當然每一黨都有每一黨 他的這個做法 那麼我們知道這個三黨 他們都是 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策略 所以OK 我們知道就是這個新黨 這個朱高正也說過一句話 他說他願意接受第一顆炮彈 那麼OK 我們就請新黨來當第一顆炮彈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新黨的這個 審議員的策略跟這個審長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所知道就是說 現在朱高正到處 飛機跑來跑去的 那麼新黨的審議員 大概也抓不到他嘛 是... OK 所以也很難跟他配合 還有第二點就是 新黨在這個中南部一直 也沒有什麼提名 是不是人家說的新黨 走不過走水溪是不是 對啊 我都知道你要問這個 新黨都不會游泳 這樣子這樣子 這個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新黨的省長 我們把台灣省新黨的選舉 大概分三級 這台北市是第一級 95%的資源放在台北市 那第二級就是台北縣 剩下5%的資源 這叫自謀生活 自己要在那裡奮鬥求生存 第三級就是省長的選舉 那講起來最可憐了 就是朱高正 像南波 我們只給他一個袋子上面綁著 一個袋子上面寫新黨兩個字 對 然後丟給他一把南波刀 然後12月3號回來報到 天天就看他在蟲面裡 跑來跑過去 跑來跑過去 也料不及了 然後高雄市講起來 更可憐了 高雄市簡直就在那裡 就等著12月3號看什麼結果吧 我講這次我講的是很現實的一個情況 對 那麼第二個就是 因為在這樣的有線資源的情況下 所以大部分就把提名的人選 就集中在台北市 所以各位會發現 台北市的陣容也是最整齊 實力也是最好 是 那麼再過來就是台灣省的部分 尤其台北縣 那我們有提名有三位 另外就是基隆跟 OK 這個情況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麼至於說為什麼這個 好像沒有辦法走過走水溪 是不是 現在不會游泳 不會游泳 沒有救生圈 都有啦 在淡水油已經游得很快樂了 現在在淡水油兩岸都在游 那麼只是我剛才講的是一個 基於車類跟自己本身的 條件的一個考量下來 我們認為現在我們的發展車類 是在北部跟都市 我想在這個階段性的車類上 應該是這樣子來走 不要把自己膨脹得太大 到後面就變臭大的 變泡沫不行了 我們掌握能掌握的 不計掌握不能掌握的 OK 好 那麼我們也知道這個 國民黨可能跟新黨 或是跟民進黨是不太一樣的 國民黨的沈憶恩 可能是地方上的牌組 抓到 他們的各個繼承實力非常的強 那麼可能是變成是 沈長來拜託沈憶恩 而不是沈憶恩 要去跟沈長結合 是不是有這種現象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國民黨的牛肉在哪裡 我講的牛肉不是牛肉腸 是金糧秀 我講的是這個 國民黨的整個策略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國民黨全省的 省議員很多了 人數很多 而且地方情況都不一樣 無論單調啊 比如說像這個 新竹市 嘉義市 只有一個省議員的候選 當然那個配合的 這個非常的天衣無縫 有的人很多 情況又不一樣 他的搭配方式當然 就有所不同 不過表面上看起來好像 省長跟省議員抹上來搭配 對 實質上一開始 其實是各打各的 但最後現在就開始 就變成 開始是單打 現在是雙打 雙打 所以我想那個 無論因為我是省黨 無論是省的 不過我想市方面 大概也是一樣 配合得比省還要密切 看得更清楚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看到 這個像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宋楚瑜他上次也講他很生氣 說這個基層都不跟他動員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說 我們不會講說他很生氣 說基層沒動員 因為基層動員 鴨子滑水 動得讓你們看得到 什麼意思 鴨子滑水 你說國民黨都是在底下 慢慢的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沒錯 實際上沒有說這個 民進黨感到緊張 那麼民進黨 我們知道這個民進黨 大體上都是配合 跟陳定蘭也是一起配合在一起 是不是有這個重點 我想民主進步黨 是打的是一個總體的戰爭 那是由各省議員的候選人 眾心拱躍的圍繞的省長候選人 以及副省長這個蘇貞昌的 來打一場總體的戰爭 在藉著整個省長總體的這個造勢 拉抬各地的省議員的這個選情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配合得相當的好 是 那這樣子的 對於這個其他兩黨的 你們的這個策略這樣比較起來 你們認為說你們是不是有 佔有優勢 有比較吃飽什麼 這樣嗎 我想當然在過去 因為我們的這個組織的實力上 比不上中國國民黨 我們過去一直靠著說 這個造勢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麼今年我們認為 我們在整個省議員 以及省長的這個造勢活動上 相當的這個成功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對整個形勢看好 是 那麼新黨就覺得是 其他他們兩黨的這種動員方式 在您看怎麼樣 我看大家都講好聽話了 我不是這樣講 沒有 這樣啦 很清楚嘛 民進黨一直要想靠省長 省長不太敢讓他靠嘛 然後這個 國民黨的省長想靠省議員 省議員說 你不要過來 過來我再給你帶去 這個我想 台北市台灣省的情況 大家是這樣子啦 OK 對 現在那些 對 現在那些 情況各有不同啦 是 人數不同的地方 剛才講一個人跟一個 那當然完全配合 人家嘴我們照這個區域嘛 這個區域你跟他搭 這個區域跟你搭 不一定說是 國民黨是省長去搭省議員 省議員也搭省長的 這互相互補的作用嘛 是 包來包去啊 這樣拿著包對 這樣才可以 那民進黨對這個 我想民進黨 我也不是像李先生所講說 我們說這個 省議員要靠省長省長不讓他靠 其實沒有這樣的狀態出現 我們基本上大家就是說 當然有些有競爭的地方 就同黨之爺 但是我們合力的 還是相關在裁斗中 有人在公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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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桌圈 說李先生 我們兩個都李先生 不知道工作人員 這樣就分了清楚 他講過啦 他講過啦 現在姓李的 好像是比較電空 OK 那我們現在呢 有這個三檔的提名人數的 一段影片我們可以先來看看這段影片 了解一下三檔目前在全省各地 他們的提名狀況 OK 我們現在來看這段影片 各黨省議員提名人數 紅球代表國民黨 綠球代表民進黨 黃球代表新黨 北區國民黨提名25人 民進黨17人 新黨有4人 中區郭敏棟立著 民進黨提名著 新黨甘哪一連娘娘 南區國民黨18人 民進黨有14個 新黨根本沒有人 東區國民黨5人 民進黨3人 新黨 新黨咧 沒人啦 我們這個新黨 李先生說前面有話要講 你剛剛講什麼 我沒聽見 他說新黨沒人 有啦 李先生說在這裡 打電話沒人 我想說你們都拿名 剛才減的要減就是 我們住民的部分 不然這樣有兩位 我們住民的好選擇 你姓的部分 大家姓的部分 要有兩位 我們住民的好選擇 我們住民是真正的選舉 在選舉當中原住民可以說是呢 他是大概相敵神掌 他到處跑了 那麼OK 我們剛剛也談到了 這麼多的狀況 但是我現在比較有興趣的是 要請教這個國民黨的李博言先生 那麼我們知道就是 但是一般來講這個國民黨過去 比如說地方派系 他的這個力量比較強 那麼所以國民黨是 要靠著地方派系 去進行他的動員的這個策略 那麼這幾年有一點變了 好像這個國民黨自己 另外這個組織 他有自己的 我最近看到報紙上說 國民黨要有自己的 組織動員系統 是不是有這樣的狀況 當然也要啦 因為地方的派系 我們不否認有地方派系的存在 各有三頭 但是你這個一個黨 最起碼他有自己 有組織的力量 所以你必須要培養一些 組織的力量 這些組織的力量是 完全聽組織的才行 這樣有時候可以四兩波千斤 如果通通靠派系 到時候你這個黨怎麼辦呢 有時候你最起碼 我有一個基礎在 這是我西中的 西中的部隊 一定是聽黨的 這些他挪到誰在身上 還是有力量 所以這個是應該一個政黨 必須要做的事情 OK 我們知道這個 國民黨的他這個動員系統 已經開始有這種 我們所瞭解的就是 他們已經開始造策了 是不是這樣 他們造策了 那麼新黨的看法怎麼樣 你說看國民黨的造策這個 對 他們現在開始透過 不要透過這個地方派系 而直接由這個 他們自己來造策 這個我的看法就是 過去我們也是國民黨 我想跟這個李先生的 工作性質也差不多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的看法就是 國民黨自己要組織自己的組織 這是長久以來的一個夢 這個夢越來越變成空 你認為說我有一個夢 是這個夢嗎 為什麼呢 差不多越來看得出來 依靠派系是越來越明顯 那麼整個黨本身動員的力量 是越來越小 最後名次抄 還是派系抄出來比較準一點 如果你說話就知道 那民進黨這邊認為是 我們知道這個民進黨 現在好像對這個地方派系 有開始在研究了是不是這樣 我想民進黨 我們一直對派系的問題 我們一直很注意的觀察 事實上據我了解 我也跟李勝鋒先生的了解 一樣就是國民黨一直 就想要打破派系 它想要從中央貫徹下去 但一直沒有成功 它每一次從中央空降下去 可能就被地方整個 這個架空 譬如說像我們彰化線的 過去黃思成的當選 就是有這種狀況 空降一個人下去 結果每一派 國民黨的每一派 表面上都支持 國民黨空降下來的人 暗中其實支持 當時無黨籍的黃思成 是這樣的一種狀況 那麼最近當然靠著李登輝 他想要透過用射套卡的風險 然後把各地方派系 不停的就是開除黨籍 或者射套卡的射套 射套卡的射套 因為我以偏概全 不能這樣說 我舉實在的例子 基隆的派系怎麼樣 現在都融合了 新竹 新竹市以前 大家有沒有知道 新竹市以前是 風東無人驚東萬高 大營 大營已經難關於這個地方 別的現實也有漸漸的情形 今天不是說我們把派系都不要 派系的產生一組元形成的 自然形成的 我們是結合所有的力量 結合所有的力量 自己也要讓你結合所有的力量 我們並不是派系都弄掉 不是 我們漸漸淡化 然後漸漸融合 不過這個派系我所了解的就是 過去有很多派系很好玩的 像我們台灣的派系特別的多 有這個用姓氏的 比如硫磺兩派 比如像我們屏東 有一個叫蟹派 一個葉派 一個甲派 結果人民也很討厭 人民說甲派 甲派 那麼還有分什麼 這個黑派 紅派 甚至有這個籃頭的這個幾幾呢 他有這種 依這個籃球隊來分的 叫做甲組一組 這是非常好笑的 那麼像這些派系這麼多的狀況下 我不知道新黨的 新黨對這個派系的這種夾殺 你會不會認為對新黨會造成一些影響 這樣子啦 派系大概 我兩個情況然後再回答你的一個問題 我記得在台灣的派系大概是這樣子 第一種我把它叫做成術不足 敗勢友誼派 就是說你叫他自己推一個人出來選 他不一定選得上 但是你不推他的人 他有辦法把你拉下馬來 這種派大概蠻多的 什麼嘉義 屏東 成術不足敗勢友誼派 另外一種是已經消失派 像那個都市裡面剛才講的 像新竹 基隆 這種都市地區的派系 是慢慢慢慢在視為中 最近唯一在前省比較有派系 從視為而浮起來 再重植的是嘉義縣 嘉義縣 那麼真正現在台灣主宰整個選舉的派系 能夠主宰選舉的派系 大概是高雄縣 苗栗縣跟台中縣 大概這三個地方 大概還是派系來做一個主導 我想對這一點我們非常的清楚 那麼新黨整個的訴求顯民 在目前的發展策略上 我們不會去依附地方派系 為什麼 因為調子不太一樣 選舉的調子不太一樣 派系好聽叫派系 我說一個比較糟糕 派系就是買票系統 買票系統就是說 那個錢下去會復習 你買的你買不怕 以後有那個系統下去 多少下去就多少出來 一串肉粘的 派頭就是張頭這樣 撩起來整張座起來這樣 所以這種選舉文化 他跟新黨沒有辦法搭配 我想新黨的理事後先生 特別提到這個派系 是所謂的買票系統 我想這個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有話要說 不過我們可能恐怕要先休息一會兒 我們才可以繼續 OK 但是現在我們要知道派系就是 過去都常常說的是 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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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好 那麼這個問題我們休息一會兒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今天就回到我們選民開爆的時間了 那麼我想有很多選民 你現在整備要開爆了嗎 如果你整備要開爆 我們有三支電話 可以讓你像三黨的這個代表 把他們烘成炮灰 OK 我們有三支電話 一支是3949402 另外一個是397-3604 還有397-3610 OK 這三支電話呢 你隨時可以打進來 那麼等於是 但是先等一下 你要記住 我們今天是針對省議員的部分 請你開爆的時候 千萬不要像這個金門的駐軍一樣 開到廈門去 我們開爆的這個主題呢 是這個金門的這個 不是 這是我們去的省議員 OK 好 我們剛剛也提到的這個地方派系 這個剛剛新黨的李勝峰 他說這個 這是買票系統 對啊 地方派系買票系統 那我過去也聽過 事實上我也聽過一些笑話 比如說這個紅派啊 比如說這個有一些紅派黑派 我們也有分紅派黑派等等 那麼比如說 紅派起來當權的時候 那麼他就特地在黑派的這個條 在他紅派自己條條 前面呢 裝了一個點灰條 那麼也裝路燈 所以只要看這個路燈在誰家 就是知道那是紅派的裝腳 但是黑派如果輪到黑派這個執政的時候 不一樣了 這個黑派呢 他並不是說去把紅派那個裝腳的這個 點灰條拿走 我是讓他自動停電 這次當然就是說 因為派系侵察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是不是有 真的有這種 派系是一個買票的系統 我們請這個國民黨李博人先生 幫我們說一下 講這樣對派系不太公平 對 我們派系自然形成的東西 不是說有就不買票 就通過派系出來 我剛才想我們兩位的黨友 都說好像跟國民黨不派系 都不派系 就不派系 怎麼說呢 你看 民進黨一樣啊 有什麼新潮流啊 美麗島啊 台獨啊 什麼台建聯盟 他們也想派系怎麼不派系 不派系怎麼會這樣 就這樣 人家不騎 總之又結帳 就是派系也有關係嘛 那些行動剛才不派系 不派系怎麼 這次姓宜院提名 還有人抗議有什麼 另外 不派系什麼 剛才那個社民黨的報告也不派 也是有派啊 怎麼沒有派 派系喔 越久就越有啦 但是我們儘量想說 可以融合 儘量消滅 大家團結在一起 就是這樣 但是不要說派系就是買票的會痛 這樣對派系說也是真不公平 是喔 派系可能 怎麼歡迎 OK 我們剛剛也這個李柏妍先生 一定炮打這個革命的民進黨 民進黨 這個 國民黨的歷史是他說 民進黨也是派系啦 這屬性啦 但問題就是 一樣不一樣的財富啦 就是 對民進黨來說 他的派系是主人形成 民進黨已經慢慢在 當來形成一個民主的競爭規則 由下而上去起來 他不是像國民黨說 他變成說這個派系是 李勝風先生說的是 賣票系統 就是這樣 剛才想這是最大的一個不一樣的 民進黨的任何一個派系 想要在民進黨裡面 在提名 還是未來 有什麼樣的 都透過民進黨裡面的規則 去健全 去慢慢 由下而上 一步一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丹町南 他在民進黨 可能沒多久 還沒派系 我們前後 他對說 這次 那大名堂 可以很快就穿上去 穿上去的環境 要去送出 他整天的電視 為那裡走 為那裡路面 為那裡曝光 差不多這個 我想這就是主要是 我們透過一個民主庭秀 來造成的結構 所以一樣 不要嚴肅起來 不要嚴肅起來 我今天幾個月 本來一派系自然行程 不要說 高雄館黑牌 俞成岳館黑牌 對不對 他這不是自然行程 他不會說 跟國民黨那裡 不要說什麼 改期的 許士賢的這個系統 像張文英 這也是自然行程 你敢說他賣票還是什麼 對 他也是民進黨的 我剛才說 黑牌也是民進黨的 也是派的 你現在信賴 你不要這樣旁觀 這就是我剛才說 沒關係 我們先讓他先說完 我要說一下 你們兩黨都只為牌 自己躺在那裡 在化妝說漂亮 不然怎麼 我先說 有人說這個主機就沒有了 我如果我肚子 有一些 在那邊收工廳說派的 我也很高興 你怎麼知道 國民黨 民進黨怎麼樣 民進黨認為怎麼樣 我想剛才 國民黨的歷選 我們現在是變台語時間嗎 國民黨的這個李先生講到 高雄的黑派啦 家業學 他們是自然行程沒有錯 那整個台灣的政治發展史裡面自然行程 但是他們不是被整合到 所謂的買票系統 我講一個在這邊講一個真實的故事 他說 去年館長選了 我們有一個立法委員 在立法委員問 國民黨有一個很重要的立法委員 說 某某人 你老實說 如果是去年 如果是館長選去 你們沒有買票 你們就抓幾色 這位很出名的一個國民黨的高層人士 他很愛說老實話 他說沒有贏的 我想說 在台灣買票 人會跟國民黨合作 這不是空瀉來風 不是無敵方式 我就這樣 OK 我想為了這個問題 我們暫時打住了 等一下給我們所有的選民來做評判 我插一句話 你們如果沒插 我現在等一下會泡王妞 我這個說泡王妞 沒有 你要說一下 很簡單 這個真的我不要 大家不必在那邊點點 點滋磨粉拿來化妝 事實上 假如以我從政治的觀察來看 高雄縣的黑派 跟國民黨各地地方派系 沒有什麼兩樣 高雄縣的黑派整個的 組織動員運作 跟整個國民黨其他地方 沒有什麼兩樣 而且有時候我來我去 來講一下話 OK 那麼我們現在請 我說這是派系自然形成的 你不要說是國民黨的派系 就是買票的 你們民黨派系 就不是買票的 這樣講不好 因為我們看歷史 這自然的形成嘛 我們不是說他的派不好 我們明明說 高雄縣黑派就不好 也有紅派也有白派啊 自然形成的 我就想說 不是完全為人買票 我給你自己去 沒有 陳定南也是新潮流 跟台獨他們聯合起來派 才弄到美麗島 這哪很知道的事情 對 我想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沒有錯 派系當然是一樣 問題是 你看你怎麼用派系 你把它派系 當作一個動員的工具 派系當作一個 組織發展的一個系統 這個然後在黨內民主的情況 當作一個發展 那我想這是健全的 但是如果這個派系 用作吉他 或者像李昇鋒先生所講 得可能走入歧途 還說專機都已經走入歧途 我看呢 各位 我們呢 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不是只有這個 談敵方派系嘛 不過我們也知道這個 所謂的這種 你剛才在講的 什麼買票系統 其實我也聽過一些 買票的這個笑話 甚至這個買票 甚至還有這個 還有所謂的這個 買票的術語 而且各地都不一樣 譬如說他到基隆 嫁人說親子 藤人說帶大 到中華說主話 到南道說大三 到台南說切到 到面臨說山 這個 不要啦 親子有人說帶大 有人說走路 有人說有人說 今天還沒人說 OK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講就是說 就是在年底的選舉裡面 我們不預設是哪一檔買票 我們不預設這樣的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 就純粹的來談就是 在這個整個省議員選舉裡面 我們可以想像說 台灣過去也有所謂的 會選什麼 那麼我不知道三黨 三黨這個 對這種買票 尤其在選舉裡面 對這個省議員的選情 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影響 我們現在是不是先 請民進黨的 杭志欣來說 我想過去國民黨 很多人認為 國民黨在選舉的時候 他開始是沒有動作 他印的傳單也好 就是一個人頭還有幾號 然後懇請試票 就是只有這樣 他的傳單 他的名片 大概就這樣 因為他真正的選舉活動 是在最後幾天 那現在隨著因為這個 大家都有一個了解 就是說買票的有效率 越來越低 所以再慢慢的 他也開始動起來 那我們認為是買票 從民進黨跟國民黨 競爭的角度來講 我們認為我們怎麼樣遏止買票 或者我們怎麼樣破解 國民黨的買票 仍然是我們能不能勝過 國民黨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變數值 這是我們的看法 這個撇步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等一下來講 我們先請這個國民黨 我講喔 今天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國民黨就說和國民黨多買票 我李柏遠參加 三次國大代表選舉 第一次中美斷交 沒有贏 沒有總算也沒有六算 第二次我都高票當選 而且跟民進黨對抗的 我沒有買票 而且還對說難聽一點 我不好意思說 還賺一點錢 因為人家賺的錢 我還還不了 我自己不但不買票 一切都是很從簡 我的競爭辦事 只能做十二個人而已 那麼這樣子的情形 像我個人現身說法 到金融市打聽看看 李柏遠有沒有買票 我這個貧窮子弟 當記者 當老師 就這樣出來參選的 不能說國民黨都買票 這樣說起來 我也不能說 因為我沒有買票 國民黨通通沒買票 我也不敢這樣講 但是不可以 一竿子打翻一船的人 這樣說 我去黨說 不能這樣說 我這樣說 我們先去新黨 新黨講到這個問題 就很囂張 兩黨大家都會被我抓起來打屁股 今天我們講個坦白話 國民黨的省議員候選人 有沒有不買票的 我不能說沒有 但是我想沒有人敢否認 不買票的大概是 很少啦 很少很少 那麼不買票的大概很難當選 我想這樣講 明天提前來 不是提前來啦 今天差不多準備好了啦 那麼 民進黨呢 平安心講過去 切實不買票 從黨外的時代 到民進黨 初期的時代裡面 民進黨沒有人想到會買票 但我相信民進黨內部自己也發現 最近有沒有開始在買票啦 我想我們也必須面對 這一個 庸俗化的現象 這是民進黨必須要面對的 那新黨呢 目前的情況大概 唯一最敢講不買票的 就是新黨啦 不會買啦 第二個也不能買啦 第三個說到醜了 也沒有能力買啦 不會也不會啦 我們也講實在話嘛 所以呢 新黨在這外面的要求 不但是很嚴格 而且幾乎是到了絕對主義 絕對主義 買票的事情是絕對不容許的事情 因為假如新黨現在 只要出現買票的情況 我想它存在的道德性 馬上就崩解掉了 OK 好 那麼民進黨呢 剛剛說到民進黨有買票 有沒有這回事啊 我想這個是可以這樣講 民進黨我們也不敢說 我們沒有買票 但是我們過去很清楚 只要一有買票 我們黨籍馬上開除 很清楚 而且已經就是說 事實呈現在國人的這個眼前 那我在這裡可以舉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我們去年提名的 不是提名 就是開放進選嘉義縣 何佳龍先生 他過去是國民黨籍的 他也承認他過去選 在國民黨的時候他選籍 必須靠買票 可是他到了民進黨 不買票仍然可以拿到 快要當選的這個票數 那這個我想對很多 地方政治人物來講 是一種很大的振奮 就是說到了民進黨 可以不買票 仍然可以達到接近當選 甚至說如果是國民黨 不要買票 這可能他已經當選了 不過我覺得這個三位 好像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是說 買票對省議員選情的影響 這個變成三位在講說 我們到底本黨有沒有買票 不買票 這個炮已經打到廈門去了 不能敢講都沒有買票 另外我想 李盛峰以前 國民黨選的立法委員 問他有沒有買票 我們不買票 趙老康跟王健全 都是國民黨的當事 他們有沒有買票 那表示國民黨 沒有買票很多 對不對 這很清楚的 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 我有一點 就是說過去新黨 現在很多人物 他們當選的時候 都是在國民黨 他有沒有買票 這個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現在真正的考驗就是說 現在離開國民黨 現在再用新黨的旗號 是不是能夠拿到 這樣的一個家機 假如說可以 那也許他是做了一些轉變 做一些對話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那麼我現在要講一下是說 新黨 絕對不買票 基本上就是因為這種風格 在國民黨內部裡面 才不太搭調 我平常這樣講 那麼 那麼省議員 買票跟險情的關係 我現在很大膽的這樣講 大概在國民黨目前的 整個的作業裡 省議員沒有作業 要花走路鋼的大概不多 也就是說 國民黨的成敗以後 可能跟走路鋼的散花 有絕對百分之百的相關 那麼民進黨的部分呢 也有部分的人在蠢蠢欺動 這個我也講坦白話 那麼新黨這個部分呢 我可以講是說 我們只要一買票 大概全部落選 我可以講 OK 好 我想呢 剛剛已經講到國民黨 也講到民進黨了 但是呢 我想很多這個 國民黨民進黨 當然要說話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 我們再來請國民黨 跟民進黨 他們來就這個買票 對省議員的影響 這個問題繼續來請他們發言 各位 你電話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快要開放這個電話call in了 那麼三支電話 394-9402-397-3604-397-3610 全部可以打進來 OK 我們剛剛呢 談到這個走路鋼 其實走路鋼呢 我們所了解的 它有好多個名詞 比如說吹地歸錢啊 比如說退水啦 比如說社會福利啦等等 那麼剛剛這個新黨批評到了國民黨 我們講國民黨的李博恩先生 有話要說了 我想那個批評是不講對的 我想國民黨為了要端正選風 這一次特別強調 要清清白白的競選 所以宋楚瑜他本人 一代要求工作人員 絕對要很清白的競選 實際上也沒什麼錢啦 另外呢 這個中央跟省 就是我們的長官 一代在黨紀方面 特別每一個縣市 也要一個這個 所謂一個 專政選風的小組 就糾纏小組 也要抓匯選 就是希望啊 自己清白 別人也清白 大家真正理性的選舉 國民黨的事實上 我想今後啊 大家互相 為了維持這個專政選風 讓民主啊 真正的這個民主選舉 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境界 是 因為現在我也聽說過一個笑話 叫公平公開公正 是這個所謂的公平 就是大家買票的時候 你五百我也五百是公平的 公正的話說你的選區 跟我的選區 大家不要踩在一起 叫公正 所謂公開的話 就是可以公開買票 不過現在政府如果是有這個意思 要真的清除這個匯選 大家清清辦理選舉 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不過我們又講到非常嚴肅了 OK 那民進黨大概也是有話說吧 我想剛剛國民黨的李先生講 他們要端正選風 這個是我的印象裡面 好幾十年前就開始一直這樣講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是還看不到成像 至於這個新黨的李先生提到說 民進黨有人蠢蠢欺動 我想民進黨是一個有八年黨齡 然後過去有十幾年這個黨外經歷 是已經有一個信用出來啦 那麼新黨是還沒有經過考驗 那我想可以讓這個 在選民面前這個做一個考驗 那我們評估買票 對於整個省議員險情的這個影響 民進黨過去任何的這個作戰策略裡面 基本上是把國民黨會買票這一點 當作一個常態 我們不會假定說他突然不買票 會怎麼影響 我們是當作說他一定會買票 然後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評估我們怎麼跟他 我們來競爭 我想這是民進黨的整個競選 策略上的一個基本常識 OK 有沒有買票 我想等一下給我們這個 所有的這個觀眾朋友 大家可以call in 進來 直接來跟這個三黨這個對話 但是呢 我們現在我想呢 我們呢 先來了解一段我們這個選民呢 他們對三黨他們到底需要些什麼 我想這個選民的官自兩個口 所以我們這個講話 我們先不要講話 先讓選民最大 先讓他們來講話 正這些建設啦 第一不要貪污啊 要清官啊 最需要就是這個小的福利啦 這對我們老人是很困難的事情 審議員他只重視自己的這個縣市的話 變成一個本位主義 很多交通 到了這個縣界他就斷了 譬如像這樣子比較極端的例子 就是說整個省 他的通盤的建設 我想這個都是審議員他本身啊 除了像當然一個縣議員這樣的工作以外呢 代表縣之外呢 還要以整個省 整個省民的福祉呢 來做一個比較長期的一個規劃 我個人本身是在桃園縣 桃園縣的話 我個人認為第一個是治安的問題 桃園縣的治安的 比較差的這個狀況呢 是很多其他縣的這個縣民都能夠都知道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桃園縣第一個是治安 怎麼樣把這些黑道啊派系啊等等的 能夠把這個能夠釐清 另外一個是交通 譬如說有些縣市對外的交通它不是很方便 最後一點我想提出來就是說整個居住的環境 我們現在居住環境啊 那我們感覺因為大量的施工啊等等的 所以很多這個居住的環境不是很好 這個我們不知道耶 我們喜歡哪個投哪一個耶 自己本身我就住在一個小地方 那個防火洞那邊 我就那邊公共設施 那個一般老百姓那個休閒的娛樂太少了 他們比較沒有注意那個小地方 他們注意到的就是比較一些有名氣的地方 建範以前說一個話 可以對我們市民這樣喔 不說虛虛的話就對了 可以說每種人對我們的老人福利啦 可以說比較有實現這樣啦 靠大家好啦 發生意願就是配合政府 支持政府 這個多處政府 來把台灣的省政 一些國家的經濟系 來繼續對發展 來繼續發展 使我們事業方面能夠發達 那國家能夠更安定 正確啦 那種人拿出來看 不可以到那邊聽 聽到那邊看那邊 小麵老虎看就不會灌死 這樣啦 要看那個啊 地方怎樣建設方面的啊 還有那個環保問題那些 我覺得交通建設最重要啦 現在台北市 台北縣市都這麼亂 講來到議會 怎麼樣的表現 是不是 求求實實的 他的政見能不能實施 是不是 不是說現在開很多指標 假的不能實施 真正是為老百姓想 不是為他自己的頭包 頭包在想 OK 政黨有政見 選民也有意見 剛剛我們三位也看過了 這個我們這個 街頭訪問的一些選民 他們對這個 所有的這種候選人 他們的一個期望 那麼是不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綜合性的 是不是請這個各黨啊 先就你們這個省議員的 共同政見的部分 提出來 讓我們這個 所有的選民了解 是不是先請民進黨這部分 我想剛剛看了選民的 提出來的意見 其實裡面所提的大多數 都是我們民主進步黨 過去一貫提倡的 那麼在1994年這個 我們訪問那些人 不是民進黨 對 那是民眾的 那我們所提出來的政見裡面 主要有四個試求 第一個重建體制 第二個就是連冷政府 建立一個連冷制度 第三個建立福利國家 第四個建立一個祥和的這個社會 比如說很多選民提到的福利 社會福利 老人福利很重要啦 這個公共設施 休閒娛樂啦 環保啦 不要貪污 這個在我們提出來 共同政見裡面 我們就有這個 要整頓省市營事業啦 肚結貪污腐化啦 我們繼續發放近老年金啦 我們要整治河川 披肩公園啦 這一類都其實剛剛所訪問到的幾個選民所提到 都是我們不斷的在做 過去不斷在做 現在也在做 未來也將繼續這樣做 OK 那聽話 這個民進黨講的講法 又好像我們訪問的選民是他 是針對他們的 這個我想的故意是這樣子嘛 因為國民黨的也是很適合吧 是不是 如果這樣說起來 我以為訪問那些都是支持國民黨的 因為他們所說的正好都是 在我們那個省政建設裡面 都已經列入了 第一個美麗的台灣 加強環保 防治污染 核酸整治 改善這個生活環境 再來 第二富有的台灣 關懷各行各業 包括勞工啊 農民啊 漁民啊 農民啊 原住民啊 軍公教啊 退休人員 還有照顧老人 婦女兒童 產生的各式團體 加強社會福利 正好他說的 另外民主台灣 落實地方自治 落實這個地方自治 同時要做政府的橋樑 尤其是督促省政府 力行連能的政治 是 減政變明 消除民怨 掃除貪污 這正好 另外文化的台灣 要復興中華文化 要落實這個 發揚鄉土文化的 鄉土文化 提升藝術啊 音樂啊 舞蹈啊 戲劇啊 文藝啊 這些 這個繪畫書法 這些的文藝氣息提高 幾乎都在我們這邊 另外地方建設 每個省議員 他有他地方的建設的問題 我想 全盤的規劃是對的 我們足相可以來講 OK 這樣說來好像剛剛我們那些選民 這個 民進黨說是他們的選民 國民黨說是國民黨的選民 新黨啊 我覺得今天怡護在 怡護是新黨 你不要害我 我害我 我害我 你不要弄這個打扮色彩 新黨 為什麼呢 你讓兩黨講完以後 留著在我後面修理嘛 對 我們等一下 這個我們要特別聲明 等一下你講完 他們兩個還是可以再講 OK 請說 開玩笑啦 這個我想政見也不是誰做文比賽 我覺得剛才兩黨練那麼多 細顧雷娜有沒有 像他做文比賽一樣 是要怎麼做 現在很簡單 現在我認為最嚴重的問題是 整個省議會是爛掉了 這個爛掉的省議會 兩黨都有責任 為什麼 因為省議會我們給他算過 法定人數是26個人 是開會法定人數 但是大部分是平均五個人在開會 還有一次最近發生一個最荒妙的事情 一個主席下面做一個 不連任的一個黃省議員 兩個人就開會 審查六百多個法案 一個鐘頭那兩個鐘 不到兩個鐘頭 全部反而給幹光 這個開會 小學都讀過三人成會 這兩個叫聊天 欸 省六個就用聊天這樣 聊聊聊聊 結果把第二億倍金 幾億也聊過去了 六百多個法案也聊過去了 這個時候談什麼政見呢 說八三也稍微思考一下 對不對 我說實在會 那個新黨的政見啊 我新黨的政見 很簡單 我們就準備推薦幾個好的人選 到省議會 像孫悟空大鬧天庭一樣 去大鬧省議會 改革省議會 否則的話 這個爛掉的省議會啊 憑良心講啊 完了 沒事幹了 第二個 我們要了解第二個轉變很重要啊 欸 過去的省主席是官派的喔 然後省議員是有民意基礎的喔 現在不一樣喔 現在不管誰當選的省長 是幾百萬的選票喔 那個省議員有些是幾萬票 像是澎湖啦 那個小地方選在兩萬票 一萬多票就當省議員喔 面對幾百萬票的那個什麼 那個省長有沒有 馬上不是矮一節啊 矮的是那一點點 只要比一支那比賽的喔 這時候你怎麼去監督那個省長呢 欸 這個時候 所以新黨的政策裡 不但要去大鬧天庭喔 不但要去把省議會 給他好好的徹底的給他 給他弄個糾正回來啊 第二個 我要派出有能力的人 提出有能力的人 在那裡的時候 因為沒有辦法跟人家比民意基礎嘛 就要比道理喔 講道理喔 用專家來運作 這是我們的具體做法 就這麼簡單 OK 好 那麼新黨剛剛說 他們這個孫悟空要大鬧天庭喔 好 那麼我們不知道 民進黨的民進黨是 西右肌的哪一部分 是唐山上還是 我想民進黨那也要邁向執政 那我們當然希望的是建設 而不是這個這個 過去舊的這個體制 其實是民進黨衝破 因為有民進黨衝破 這個不合理的體制 才有新黨的這個出現嘛 那剛剛國民黨的李先生也提了 他們有這個有這個 那這個政見當然不像 新黨的李先生所講的 是做我們比賽啦 看你怎麼做 譬如說去年 選現場的時候 我們提出 五千塊的這個老人年金 就花四個月啊 嗯 花四個月 我們馬上但是做啦 做了結果 比到國民黨還要花一萬一啦 但是這個問題很嚴重 萬元齁 老人萬元齁 那你如果還沒一 有一個什麼三個月 就很麻煩 所以我說 不是 老人福利 不是一種純粹的救濟 那是一種福利 那是一種國民的權力 我們講到做到 我一定用這個方向在撒 其他的交通經濟 整治貪污啦 這個東西 這是我們民進黨 長期以來就是在做一種工作 國民黨有話說了 有話說 那新黨有話說的 新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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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大鬧天庭 這心態 心態就可以 因為你選省議員去 是要到省議會去 不是大鬧天庭的 你要大鬧省議會的話 那邊擄來佛出來 把他丟到五子山那裡 壓住在那裡 沒有出那一盒啦 對不對 如果沒有太多 唐山上唸他精啦 所以我想這個 心態上是不對的 至於說 老人年金的事情 我想應該專題來討論 老人年金 你不要說萬一萬的怎麼辦 沒有錯 我們講過一萬一千 你是像萬一萬一這樣說 好像小爪的人死 這個心態也不好啦 老實說 我們就 人家錢比較多 你五千人比較多 就不好 就沒人 這個也不要這樣子嘛 因為老人年金 你發發的 剛剛十一月就停記了 四個月就接不下去了 願意在哪裡 就沒有那個 腳趁要 你什麼下雨 對不對 你沒有那個錢 只要發發發 那你從專機要用這樣發 很簡單 你五千我六千 你六千我七千 你七千我八千 一萬 不是這樣說 這個一萬一有個道理的 就是 低收入的 每個月六千 這個 中低收入的 每個月三千 照生活指數 然後呢 加上產障的人 再加五千 才有一萬一千 是這樣子來的 有根據的 而且這些是有條件的 不是說 不是說 李登輝贏爸爸 怎麼照顧五千 這個所謂的 古政府照顧五千 張榮發也領五千 這個沒有道理嘛 那要 真正 低收入的 真正有困難的 才給這個五千 才有道理 所以我們的方法 是不一樣的 是真正比較社會公平的方法 為了選票來發老人年金 好 那我們跟李登輝贏 對對對 要講一下這個 要孫悟空大鬧天庭 這是一個形容 那就是說 要派中鬼去抓妖 為什麼整個審議會 是爛到什麼程度 法定人數二十六個人 常常是五個人在場 然後呢 不可否認 在審議會裡面 民進黨常常是 國民黨的幫兇 在立法院你還可以看到 兩黨還會有 衝衝病病蹦蹦 我不是說大家 就是說有各種政策的辯論 對你啊 在審議會裡面是一團和氣啊 為什麼 分章完畢嘛 今天 發生了幾個的銀行案子裡面 有國民黨的 也沒有民進黨的 什麼 所以呢 我想在這些情況裡面 審議會已經爛掉的情況下 我們一定要有人進到審議會 把審議會重耕救起 二十六個法定人數 就是二十六個法定人數來開會 不要老是湊到最後戲 我都會害懂嗎 有沒有 我可以講 新黨提名出去的人 就是隨時要逼著大家 在外面浮搞瞎搞的 回來審議會來開會 就這麼簡單 OK 這就是大鬧的意思 好 等一下 我知道兩黨都有話說 不過呢 我們現在必須還是先休息一會兒以後呢 我們再請民進黨跟國民黨 就剛剛新黨所說的呢 我們來進行這個 進行對話 不過呢 我要先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就是您趕快電話拿起來 我們在下一階段 就要整備來開放現場 OK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兒 整備再進入我們的電話call in OK 又回到我們選民開炮的時間了 那麼各位選民你想要開炮了嗎 你可以整備電話call in 我們現在整備開放 現在 從現在開始就是開放 不過呢 你打電話進來的時候 請你啊 記住 不可以講三日經五日經 如果你要講三日經五日經的話 那請你去省長的這個公辦證件 話上講 不可以在我們這個場合講 OK 那麼我們剛剛呢 這個已經講到 就好像是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討論到中國民間故事 已經講到周路空了 講到如來佛了 那麼民進黨有話要說是嗎 我想剛剛國民黨的這個李先生提到 就是說這個社會福利 發了四個月就沒有那個卡槍 就沒有那個下油 但是問題就是 全世界沒有人是地方政府 在做小的福利 這是中央政府要做的 郭民黨四十年來他不在做嘛 他沒有在做 所以民進黨是由他 由下而上去撒這個東西 譬如說今天隆布完了 來 高雄他在外面管理 他做管理的事 因為高雄北區 北區北區 說郭民黨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 同樣 老人福利 也是民進黨為 他 中央集款 集錢 所有的錢都拿去中央 中央 基本上沒有錢 但是在這麼艱苦的情形下 也是跟他發四五個 我們今天 生長如果我們做到 繼續 我們生長好選人 已經說了 如果他動算 他繼續發放 我們 北區兩次的市長好選人 也是同樣做 以後 全國民進黨執政之後 這個 整套的社會福利 我們就是這樣做 我想這不是像 歷史說的 沒有那個 腳趁不要吃那個社會福利 這個問題 這要檢討的是 郭民黨 為什麼四十年以來 都沒有做社會福利 這個問題 好 我們現在講到 衛食之食 衛藏 這個是 剛剛那個 新郎李 這個秘書長講的 所以又是 中央抓鬼 把別人當作鬼 也是這個 我想 我本來不好意思講 因為省議會 現在沒有新郎的省議員 只有國民黨跟民進黨 所以他可以消我們兩個 但是 新郎有立法委員 新郎立法委員 難道就沒有那個 最近有個陳先生 各的陸塞樓 對不對 也是拿人家的這個 每個月拿人家十萬塊錢 還有汽車可以坐 也是形象可以看得出來 不一定都是這樣子 這是第一 第二 關於這個 老人這個 這個所謂的 津貼的問題 為什麼我講一句話 沒有卡通 也有這種效益 因為你要瞭解 整個省政府的預算 三千兩百億 真正的這些 人事費用 辦公費用 弄掉以後 一千一百億 八老人年級 如果六十五歲 都發五千塊的話 要用掉七百二十億 存活幾百億 要國民教育 要搞地方建設 你怪不得到時候 淹水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你就把錢 都花到這裡 花在這裡的話 那你以後 當然是四個月 就沒辦法再發了 所以我們認為 應該看我們的 整個財政的經濟 先進國家 老人福利做得不錯 沒有錯 但是很多先進國家 現在都 都攀到愛的 這個東西 要考慮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還是應該 對比較貧窮的人 真正需要照顧老人 給他照顧 我們另外 比如說喜慎也好 或者老人安養也好 有一套的社會福利 應該這樣做 OK 我知道 我知道新黨 受了抗紅會 不過我們現在 準備要讓這個 我們所有的選民來講了 我們剛剛也很公平的 讓三黨都已經講過話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已經可以打電話進來了 那麼這個現場 三支電話再重複一遍 3949402 397 3604 397 3610 現在呢 我們要來接第一通電話 你可以直接開砲 不用再說客氣話了 OK 來 第一通電話 高雄 游先生 游先生請說 游先生 你好 知識林 大家好 我對這個雙計 我 我很多看法 像以目前來說 越少的雙計 買票越嚴重 好 剛才三位所說的 我依賴李勝鋒 他說的最新鋒 OK 好 你的問題就是說 買票是在小選區的話 是最多 是嗎 OK 好 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 剛剛也特別提到 您的名字 是不是請這個 我們的新郎李勝鋒先生 他剛才說我 說最新鋒 我剛才說幾個說 派的就是買票系統 大概你說這句的 是 那麼你認為是小選區的話 對買票 因為當然是越嚴重 而且我們都發現 我們今天說一句 大家都在政治最怕大的人 我們大家都可以知道 現在鄉鎮長的選舉 大概沒有一千塊做單位 有沒有 大概是買不動了 現在縣市議員的選舉 沒有五百塊做單位 大概是已經 不會 不會怕這個風了 上一屆省議員的選舉 大概是兩百塊 這一屆省議員的選舉 大概最起碼 沒有準備三百塊 大概 不可以上單位就對了 所以這個是 不但是選區 現在連大選舉 立法委員省議員 縣長照幹不務 那小選舉更不用講 像你選到 這個村里林長 村里長 村民代表 買下去五千塊的 也當然有人在 也當然有人在 我想這是一個事實 我們國民黨的 這個選舉文化 對 也是很自然形成這樣子 我們希望大家努力 來稍微喬這個回來 但這種選舉文化 如果繼續演變下去的話 沒有辦法選權宜能 沒有錢的人 優秀人才不能出來 像我這樣子 我不可能再參選 所以我認為應該把選風 還是大家努力來賺這個項目 因為大家都不要 你不要給我提前來 提前來才能幫我寫 OK 民進黨 但是就我們了解說 事實上這不是像 國民黨的歷選 這是一個選舉文化 老實說這是國民黨四十年以來 他優移 他沒這樣做他不行 成績說 你就說秀選區 越秀選區 真的開始買票越嚴重 但是你說大選區 什麼最大選區 館長 到目前為止是最大選區 你就立委國台最大選區 他就叫他年 成績由他們的當主席 坐火車去四處去獲錢 不過這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生長 因為宋周如他說 他絕對不會買票 大家看看 所有的報紙沒有一個相信 大家都 雖然什麼很客氣 大家都用疑問的口氣 大家我想說 這十二個選擇就能減少 甚至我跟他說一句話 每年的選總統 如果是立委會選 如果沒有買票 要怎麼選 國民黨 過去沒有買票就沒辦法選 OK 我們還有很多 我們還有很多 等一下給李柏妤簽文來講 但是我們現在很多電話 所以我們必須先接這個 沒關係 等一下 喝一下 好 來 台北黃小姐 黃小姐 妳要泡風的話 趕快把它泡成這個泡會 OK 請說 好 各位 電視機的來賓還有主持人好 我先表明我的態度 我支持新黨 我支持新黨 及國民黨 我雖然不是一個玩政治的女人 可是呢我希望 對這個民進黨的陳中信先生 我要告訴你 為什麼我們不支持民主進步黨 如果民主進步黨 民副其實我同樣會支持你 可是你們改台獨 改國號 改國旗 說台語 放棄中國人五千年的文化 只要四百年的文化 怎麼樣都說不過去 OK 好 您的這個說法 這個我希望主持人讓我說完 那你講快一點喔 因為這個唐素貝來的時候 台獨就是民進黨 你們說中國人滾回去 難道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嗎 你講完了嗎 中國大陸 現在在搞經濟 我們這邊放棄我們的經濟王國 這位黃小姐 對不起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電話 但是我想您的意思 我想也是在場的 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請這個民進黨 就剛剛那位黃小姐的問題 您趕快提出這個 我想這位黃小姐 可能誤解我們的國家認同的主張 我們在黨當裡面很清楚的 說我們建立一個 獨立以中共統治之外的一個國家 一個主權國家 制定一部新的憲法 必須經由台灣兩千萬人民 以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 你說改國號 改國旗好像沒有吧 現在好像還叫做中華民國 現在也好像是青天白日期 我們執政以後 是不是會改國號 會改國旗 我想也不是我們民進黨首能決定 而且還必須經過兩千一百萬 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 我想這是基本的民主政治原理 可能你誤解了我們的基本長官 OK 我想這個好像有一點出錯了 我們審議員有牽涉到國家的定位問題嗎 這段片段就收拾了 我們請你們說 我想這位小姐講得很對 國家認同還很重要 雖然是選台灣省的這個審議員 但如果今天的審議員是 中華民國台灣省的審議員 他必須認同中華民國 如果他不認同中華民國 選這個審議員也沒什麼意思 所以這位小姐講得很對 我們應該還認同中華民國 才要選這個審議員才有意思 所以我認為當審議員 第一個要國家認同 然後再談民眾的服務員 地方的建設員 我想新黨這個 今天我不想開闢這個戰場 但是我只簡單的提一下 這個民進黨的口號 叫四百年來第一戰 結果國民黨自己 你說說四百年來 他忘了假如繼承中國的 這個整個道統的話 應該是想五千年來第一戰才對 就是國民黨自己本身 也調到民進黨的陷阱去 第二個這個陳先生剛才談了很多很多 這個解釋這些 其實我認為解釋這個都不太重要 大家的感覺比較重要 這個感覺就是說 平常的時候給人家的感覺是 民進黨不用中華民國這幾個字 對國旗是不太接受 這個都是事實 對青年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是不太願意接受 這都是一個事實 所以我想講得再多 它展現出來才是一個事實 我想今天應該不是這個話題 我們拉回來好不好 不要談董福啦 尤其是觀眾朋友 你如果打電話進來 不要一下子 暴風到廈門去了 我們現在是講 選議員的政見部分 可以就這個三黨的政見部分 請你就三黨政見部分 來這個做這個發問 OK好高雄許先生 各位許先生請說 許先生 好那個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我有兩個問題 絕對是強烈支持民進黨所提的 第一個 你國民黨本身就是 一直在跟著民進黨的主張在跑 以國民年金來講 事實上民進黨的精神是在於 年滿65歲以上的人 都可以獲得這筆年金 但是你不能因為說 年滿65歲他是富翁就不給了 他曾經年輕過 替國家社會福利稅金有貢獻過 他的精神在這邊 你今天說喊出又來個一萬億 又來個所謂的中低收入的標準 是 那根本不對的 OK那你的第二問題呢 他今天年老的時候他雖然有錢 但是他貢獻過去的話 一定要肯定他嘛 OK那你的第二問題是什麼 要不要貢獻出來 那是另外一回事 第二點 OK好 第二點我想全國民黨的回答 就是說 宋楚瑜先生 為什麼不敢開那個電視編入會 是 好 謝謝你 你根本就不敢面對所有電視觀眾嘛 OK好 謝謝 我們的這個高雄這個許先生呢 他剛剛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他認為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 老人年金的政策都是跟著民進黨跑 那麼第一個問題是 宋楚瑜 為什麼不開政經編入會 我想這一點是 國民黨他比較 也是針對國民黨來說的 請國民黨話題 我想這位觀眾還沒搞清楚 老人年金是老人年金 老人津貼是老人津貼 今天民進黨做的 不叫老人年金 應該叫做老人津貼 剛剛他所說的 我辛苦了一輩子 然後最後拿了個錢 這叫老人年金 就是說在年輕的時候 你做就應該有抽 像保險費一樣 要有交 交到最後才一起給你 這叫老人年金 今天我們說的就是老人津貼 我們政府做的也是老人津貼 而且主題我講過了 為什麼要津貼他 是因為他生活上的確有困難 而且不能夠齊頭似的 有錢的 我剛才特別提到過 像李登輝先生 也可以拿這個老人年金嗎 張榮發先生也可以拿 這個就不公平了 為什麼 他可能還回饋社會嘛 所以應該要看財政上的困難 有沒有困難 如果沒有困難 通通發錢更好 而且不要說每人發五千多 發一萬多好 或者發五萬也可以 這個的確要考慮這個問題 第二 關於這個這個 宋楚瑜先生的這個 電視證監會 我們今天又有一次電視證監會 在電視上跟觀眾在一起 已經有不是沒有這個機會 可以電視證監會 多辦都可以 另外宋楚瑜先生他的角度 是他要接近選民 所以他自辦證監發表會 比公辦的還多 跟著公辦證監發表會 幾乎每個地方都辦 一場到兩場以上的 我想這個是一個選舉的策略 我昨天也提過這件事 其實為什麼不參加 公辦證監發表會 我想講到這個宋楚瑜 所以陳水扁 這已經是脫離我們的題目了 脫離我們的題目了 脫離我們的題目了 我們的電話是 394-9402 397-3604 397-3610 那麼我們就 省議員省事議員的部分 各位保持幽默風訓 我不要講得這麼激動 有那麼嚴重嗎 輕鬆一下 OK好 永和曾先生 請永和曾先生請說 曾先生 大家好 喂 請說 大家好 我先生 我有三個問題要請教三黨的代表 民進黨 你既然群眾命力這麼強的話 為什麼 在那個現場 在政見會長 軍中 這樣插長的位 是不是你們可以 博索 你們所有的軍中 在這個 政見會長 可以這樣 讓這個軍中更理性 再來一點就是要請教國民黨 這個 我今年只要四十幾歲 經過十幾家的投票 每一家就拿到國民黨 候選人所買票的錢 你覺得國民黨不買票 是不是 你今天出來 你覺得做一個保證 總金以後國民黨不買票 你第三個問題 剛才做這個保證 我以後會支持國民黨 第三個問題 就是說 你行動感受很沒人材 像一個主告證 過去 會說 他自民進黨 東華民進黨 再來社民黨 現在他又變你行動 你行動是不是 欠少人材 像這種人 你如果在收 好像行動 你如果感受沒人材 你不需要參加算 對不對 我明白了 好 謝謝你 這個他剛才提的三個問題 是真的 這個人一個人 接著要接三頭 這實在太多了 我們常常不記得跟他說 非常抱歉 我們剛才忘了跟你說 一個人只有一個問題 OK 我們現在沒關係 這個是特例有特權的奇果 OK 那民進黨 我想謝謝陳先生的這個問題 民進黨昨天在省長證件發表會的在宜蘭 各位可以看到報紙的報導 在游錫坤縣長的指示下 謹然 自緒謹然 我們約束得很好 那我想基本今天會在其他地方有這個問題 從很多報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特定人物 比如說一樣的服飾 一樣的短頭髮 一樣的這個 群眾 在會場裡面 是不是在製造事端 台南縣有個維洋專案 扁鑽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一再呼籲我們的群眾 不要中計 這個我想 從高雄事件以來 就不斷的有這樣 藉著有組織的暴力進入群眾裡面 我想 所以我們也不斷的在政見會場上 告訴我們的支持群眾 我們不要中計 我們不要受了他們這個挑撥以及刺激 這一點我很謝謝陳先生的這個提醒 好 那國民黨呢 這個民進黨在公辦證監發表會 群眾的叫罵是事實 不要說 我們就剛剛問你國民黨的部分就好 我也提一下 因為他說到我們這個組織暴力 什麼一樣的頭髮 就是講平頭嘛 平頭的話 王建軒也平頭 吳敦翼也平頭 柴松林也平頭 不能說平頭的就是黑道 你不要虧新黨 對 一樣的 吳敦翼是國民黨 吳敦翼是國民黨 一樣的服飾 穿黑西裝衣褲 穿白鞋就是黑道就是流氓 那以後誰敢穿這樣子啊 這流氓要看行為 不看這個形體表現啊 中樓不愛人看得那麼難看 他是好人啊 所以不應該這樣說 另外說國民黨有沒有買票 老實說 他說實在 我不敢說國民黨都沒有買票 像民進黨說 他也不敢說國民黨都沒有買票 就一樣 最起碼這個選民是不能選到我 選到他就沒有買票 可能不是經濟的選民 但是我答說這樣 我不敢保證都沒有 但是希望我們約束 希望盡量 這樣好啊 清清白白選擇 給我再說過 OK 好 最後他這個問題是問 新黨關於新黨 提名朱高正 是不是新黨沒有人才 我們要請這個 李勝峰回答之前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以後呢 我們再來開始進行這個電話 口音 回到我們選民開放的時間了 剛剛有一位重爆擊的人 一個人炮轟三黨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說明這個遊戲規則 不過我們從現在開始正式說明 就是說 一個人只能一顆爆彈而有 沒有第二顆 剛剛提到這個 那位選民他提到說 您呢 新黨是不是沒有人才 為什麼要提名朱高正出來呢 是 我想 大家對事情不一樣的看法啊 我覺得 朱高正離開民進黨 是民進黨的損失 他確實是一個人才 是一條漢子 假如不是一個人才 一條漢子啊 沒有辦法當南坡 沒有辦法一個人啊 在台灣城啊 從南沙到北 從東沙到西 而且跟三黨 跟其他兩黨 在議論報導上啊 條件上 並駕齊齊 所以我認為 他是一個人才 是一個漢子 那麼 不喜歡他的人 你們怎麼說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今天 大家只要拿開了 黨派之劍 來看的話呢 是一個好 是一個不錯的人 第二個 我認為很多人 到了新黨以後 都會改變的 我記得以前朱高正在 民進黨的時候 他還做了很多的肢體的動作 做了很多什麼事 講了很多什麼話 從來沒聽到 道歉過的 至少入了新黨之後啊 已經有兩次道歉的紀錄啊 這是過去從沒有過的 新黨 可以改造一個人 就像剛剛您提到的 陳委員這個事 我順便在這裡給你點一下 不要忘記 你講的事情 是他在國民黨黨員之內的時候 請不要忘記 當他到了新黨的時候 很抱歉 通通沒有這些故事了 OK 所以連炮又打錯了 謝謝你 OK 好來 我們的電話是394-9402-397-3604-397-3610 你全部可以打電話進來 我們現在再接一位觀眾的電話 高雄陳先生 陳先生請說 三位你好 喂 請說 好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陳中信先生 民進黨的陳中信先生 是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相信你絕對有一些外省級的朋友 那我想請問你 我們民進黨主張這400年 要主張台獨 那我請問你 你怎麼對你那些外省人的朋友 讓他怎麼去向他的後代去解釋他的歷史 我不管怎麼擋 我想這個是一個最基本做人的良知 OK 好 謝謝民 這個請說 我想謝謝這位陳先生的問題 我當然有很多外省人的朋友 甚至我的太太就是江蘇人 但是這個東西跟所謂良知無關 今天在台灣 你所謂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是主張不願意受中國統治 不願意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 這樣的問題 我不曉得這個跟所謂的良知 有什麼樣的關係 今天台灣不管你是 從什麼時候來到台灣這塊土地 我們民主進步黨提倡的 是一個族群融合 族群共存共榮的一個歷史 我想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們的政策綱領 我們有一本政策綱領是 多元融合的族群政策 如果你需要的話請跟我們聯絡 我們AG們給你參考 謝謝 我們現在要廣告時間 廣告民進黨的書籍時間 OK 好 我們再接一通 台北林先生 林先生請說 林先生 我現在要問民進黨的他的歷史 第一個他高雄沒了一道職業 說了多少軍訓等警察 你們能分得去這個專業嗎 到現在為止 你還不確責你自己 還要問國民黨和新黨 這是一個關切的問題 你們自私人不要當著我的話 我還要問民進黨 究竟你要怎麼辦 這位林先生 我們一個人只能問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也說明了 所以您的這個問題 我們請民進黨來回答 對不起 我聽不懂他的講的話 在座其實這個聲音 我聽不懂他講的話 我只聽到音訊說 民進黨扭曲我們 國民黨跟新黨 是 我只聽到新區 OK 但是我想 沒關係 我們再接下面一通 對不起 剛剛就會 那位先生的這個 可能他的腔調相應比較容易一點 OK 台北 陳先生 陳先生請說 喂 請說 你好 我是一個國中生 是 你要向誰開胖 我被那些所謂的本省人罵我是 就是所謂的中國豬 那那些本省人就是所謂的 就是民進黨的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既然罵我中國豬的話 那是不是代表你自己 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呢 那如果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那你有什麼權利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面 在華民國所屬於的台灣省上面 選舉審議員呢 對不對 你有那個權利嗎 沒有啊 對不對 OK 好 謝謝 這位意思是說 他被國中生炮轟這個民進黨 我想這位陳先生的問題 我不曉得會有什麼樣的人去罵你 說中國豬 九月五的時候新黨就被罵 我想這個基本上 對於民進黨來講 他不斷地在強調族群融合的問題 我們甚至在過去 我們有一位建黨的前輩 傅政 傅先生在的時候 甚至為了他一個人 我們的會議必須 我們改變我們的習慣 用國語來講 我們 對 過去一位台大教授 陳師敦陳教授 他也是一個所謂的外城地下大學 但是說他當我們的秘書長 我們開會也是為了他 我們盡量用他能聽得懂的 他一再地說 他可以聽得懂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一個問題最近因為一些政治的原因 我老實不客氣地講 這跟在座的新黨有關係 他們不斷地因為從梁樹勇事件以來 他不斷認為說 這個問題挑起族群的很多問題 有利於政治 所以不斷地把這個問題激化 那對這個 對民進黨來講 是不希望的 我們也希望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OK 好 這個我看民進黨 你乾脆你把你這本書 你再宣傳一次 這個 我沒有請新黨說 這個丟到我身上來的 不能不講話 這個我認為 國民黨跟民進黨一樣 有一個問題 口號一大堆 大家是看你怎麼做 族群的融合 去講到全部 結果不是這樣子 感覺不是這樣子 就像國民黨一樣說 我絕對不買票 那講到全部 然後人民的感覺 可能不是這個樣子 再過來其實中國豬這個問題上 我認為是 我們把它用笑話的方式來講講 我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大家生活在這裡 大家都有歷史上的傷痕在 不要說中國豬不中國豬 中國豬是定義是對那很嚴重 我不騙你 那個關公是山西來的 那就變成山西豬 那個媽祖是福建來的 變成福建豬 然後親民找墓的時候 那些祖宗有沒有 通通是大陸來的 那我們都祖祖祖孫 沒有必要把它搞得這麼激烈 而且我今天覺得 這個儀物先生指的節目 蠻好的地方 大家比較輕鬆一點 所以我想我今天來談統獨 我一定可以談出一套的 但是我想今天不是今天的主題 我們就不談 我只是用比較 open的一個消化的方式來談 什麼梁樹隆事件什麼等等 我當新黨我都不知道了 你們會知道有沒有 這是很奇怪的事 那因為講到這個就很嚴肅 打得輕鬆的回來好不好 回來回來 好 打到 對對對 有打到 這個 第一民進黨說這個 講了一套 做了一套 他講他是要融合主權 但是為什麼要提蚵仔韓籍呢 吃韓籍什麼 這個講一套做一套 今天坦白講 不要分這個本省外省人 因為你看 宜蘭人是一百九十八年前 福建漳州人無殺 帶一些人到了蘭陽 才會開發蘭陽 一百九十八年前 李登輝先生聽說他來 他祖先來了一百多年 我 我是基隆人 也來一百多年 但是你如果要先來後道之分 兩百年的校一百多年 說你是外省人 後來原住民就會講話了 台中縣和平相談就說了 你們如果這樣分的話 你們都是外省人 只有我 我才是原住民 我才是台灣人 所以不要分這個 只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流血流汗 服務在台灣 關心台灣 愛台灣的 不管你是閩南人 不管你是客家人 也不管你是大陸各省人 也不管你是原住民 大家都是台灣人 所以金國先生生前說 我也是台灣人 這是對的 所以我們今天不要分這樣 我們國民黨也不是說 怎麼怎麼樣 你看民進黨 所有的立法委員 有沒有外省級的 有啊 創黨的貝錫平 還有林鄭傑 結果不都走掉了嗎 所以我說不要說 說的話就很難聽了 說四百年來第一戰 真正要四百年第一戰 什麼四百年第一戰 我們跟荷蘭人打過啊 西隆跟法國人打過啊 對不對 跟日本人打過啊 不是四百年第一戰 如果選戰 也就選了好久了 所以講這些都是 有那個台獨的味道 我們現在統獨修兵 好 暫時各位 暫時統獨修兵 我們現在在談的是 省議員的選舉喔 不要每一次都是炮打大象 這沒辦法 台北吳先生 吳先生請說 喂 請說 余先生啊 請說 我請教兩個問題喔 一個 只能一個問題 這個余先生啊 我請問你一下子喔 你有沒有去大陸探親啊 如果有的話 請問在座的三位喔 四十年以後 台灣現在有多少台灣人 在大陸投資 你們台獨喊台獨完了以後 四十年以後 你告訴民進黨 請問他 對不起喔 我們剛剛已經說過了 我們這個統獨修兵 統獨修兵 對不起因為 我們三黨也都同意統獨修兵 所以我們不要再討論這個問題喔 大家輕鬆一下 不要等一下就講到大陸去探親了 天南地北講不完 OK 基隆陳先生請說 基隆陳先生 我想問喔 那個 那基隆那個李柏元先生 是請問 因為我本身是在基隆啦 他說當沒有買票喔 我感到 他本身沒有買票啦 可是他的裝腳喔 有買啦 我有收到啦 OK好謝謝你 好謝謝 這是完全無面的事情 其他其實都四十來 我李柏元沒有什麼 裝腳買票的事情 是 這樣講是不是 很不公道 你只要把證明進行講出來 OK好 各位朋友 你如果有證據 你直接寄給李柏元先生 他會跟你講 不要 這炮打得很 你要特別小心喔 對 我忘記我是高棒部位 OK 永和徐先生 永和徐先生 請說 請開爆 大家好 因為 剛才有 幾位在 有關 想那個統徒的事情 我請教兩位李先生 我們如果是 統一的話 要 然後 發揮的代價大概有多少 OK 這個問題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這個問題呢 所以 以後我們再談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說明了 這位 對不起 這位先生 我們剛剛也說明了 我們三黨也同意了 暫時 因為我們談的是沈議員的政見 所以在這裡 三黨都同意說是 暫時不要提到這個統徒的問題 OK 台北張先生 鄭先生 請開爆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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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那個 新黨的李先生 李先生 他說 朱高正 什麼好 我說朱高正 假如到台北國會拿到50萬票 我就註殺給他看 不要 OK 不要 拜託拜託 假如為了怕你自殺 我可不可以拜託 朱高正不好 你拜託不要註殺 拜託拜託 好來 下一位 下一位是台北鄭先生 大家不要這麼激動 還要揭霧 噢噢噢噢噢 所以我到哪來 我先吃午下 我自己吃午下 OK 台北鄭先生請說 鄭先生請說 你好 我是台北的鄭先生 請開爆 我是覺得民進黨 正如剛才那位立法委員所說的 說了一套做了一套 根本是全部在 這個欺騙真正的中國人民 是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民進黨 我們大家如果說腦筋清楚的話 他們根本就是一群社會的人渣垃圾組成的 對不起 好 這位朋友 你如果要講這些話的話 請你到這個省長的公辦進去 來 民進黨請說 剛剛提到民進黨 我想我很遺憾這位朋友 有用這樣的形容 形容民主進步黨 民主進步黨 在去年也曾經得到台灣省的部分 北高兩個不算 三百萬 三百多萬的選票 那我想希望大家互相能夠尊重 有一個民主的轟度 謝謝 OK 好 那麼台南曹先生 曹先生請說 曹先生請開爆 喂 請說 喂喂 請說 有聽到了 我姓曹 曹先生對國人說話曹先生 聽不清楚 為什麼要問李姓鋒 李姓鋒是台南官的啦 OK好 你請問 請說 我想說李姓鋒 他在台南官公平很壞 叫他整個好事 說他整個行動 我整個好事 我整個好事 不要很設計 我整個行動 這位先生 你不要涉及人身攻擊 你直接說 他到底哪裡不好 你可以這樣子提 對不起 這沒辦法這種的 要怎麼互賣 互賣 難過 所以我們呢 再接 大家都互賣 我們三個都互賣 沒辦法 沒辦法 這很特別你安排 你對你安排 這奇怪 這又不是神掌 神掌的真結果嗎 OK 好 新竹曾先生 曾先生請開爆 我請問 一票完 你要玩東西 他身上做主意 他心... 他這個... 沒有... 心肝不平 都心講話 又... 又...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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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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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3973610 這三次電話都可以打進來 OK 接下一位電話 台北黃小姐請你開砲 各位好 我想請問李勝峰先生 朱高正先生說要在台北線拿30萬票 我想請教他 他憑什麼東西 要在台北線拿30萬票 謝謝你 我不是朱高正 但是朱高正的收合法 我想我可以來印證一下 第一個他認為宋楚瑜不是蔡森邦 是外面進來的 蔡森邦在地方有他一定的實力跟條件在 第二個陳定蘭不比游青 因為游青是先任的縣長 有他一定的政績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個不如蔡森邦 一個不如這個 陳定蘭不如游青 所以在這兩個一扣一下 在我的22萬票的基礎上 再加個8萬上去 就超過了30萬 就是這樣子來的 信不信 請支持朱高正的投票 就會有這個答案了 OK 說葉三會就曉得了 就是說嘛 OK 好來 中立謝先生 先生請說 謝先生 喂 請說 請開砲 喂 請說嘛 不要委了 我要請教 我要請教那個新黨的李先生 謝謝李先生 新黨是大部分 新黨 新黨都是大部分都是由國民黨跳出來的 因為國民黨有很多缺點 你所以才跳出來 因為新黨 從國民黨跳出來啊 你自己本身新黨的人 就是沒有這個人才來改造國民黨 所以跳出來嘛 那你現在跳出來的人 要來治理國家 來治理省政啊 那哪裡有這些人才呢 對不對 因為國家比一個黨更大啊 OK 好 謝謝你 你的問題李先生已經了解了 請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答案很簡單啊 留在國民黨內是改造不了啦 改造不了 然後金錢啊 黑刀啦 派系啦 藍藍做一支喔 這個不好生存啦 不好生存喔 所以跳出來 那你新黨有沒有人才喔 你要這樣看 你看看 只要八咖 衝到兩檔一塌糊塗 這個八個人啊 各個啦 不要說能源善道 每一次在整個立法院的排行榜啊 這個優秀的立法委員排行榜 新黨每一次都最起碼佔了四個 佔了四個 然後這裡面 有當過財政部長的 有當過環保署長的 有當過環保署長的 假如這不叫人才 那我請問 什麼叫人才呢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放心 新黨人才 絕對夠你用的 你只要支持新黨就可以啦 謝謝你 你的生意很好 那我一直可以講 OK 好 台北王先生 王先生請說 你好 我想要請教那個 這個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先生 李柏遠先生 對 是 請說 我們這個 選舉 每一年 我們的政府每一年都說 重申 一再重申說 買 大家不買票 結果 木政社會 都看來看 大家的風評 就是 買一百 買票 也是 都是 執政黨的 這個 選舉的人 在買 OK 好 是不是可以請說 我們 因為我們 目前台灣的這個檢 這個檢 這個檢 這個單位 都是在國民黨的 那個所 所中 國民黨 國民黨執政黨警 一再的強調說 是 不買票 結果 讓我們老百姓 發覺說 每一次選舉 幾乎都有買票的 OK 好 我已經明白你的意思了 好 我相信這個李柏遠先生 也明白他的意思了 不過呢 我們要請你回答 不過稍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去喝杯茶 我們再回來回答 OK 我們休息一會兒 好 我們再繼續請這個李柏遠先生回答 好 選民開爆 剛剛的這個榴彈四射 我們這個三位候選人說 喔 太美麗了 喔 太美麗了 OK 來 我們是剛剛是問到這個 國民黨的李柏遠先生 請李先生說 好 剛才說的國民黨這個 幾乎買票的國民黨 我說這是不太持平之論的 共產黨也有 不是 共產黨也承認了嘛 因為國民 不是 也不能說完全沒買票嘛 對不對 國民黨也許候選人多 認為是這樣 我認為這不是很持平的 但是說檢教單位 都是國民黨的 所以就怎麼怎麼樣 這句話更應該要坦白講 你看這是議員 或者是議長的這個會選案 檢教大概抓到多少 都是國民黨佔多數對不對 所以不能夠這樣子來 說人家檢教單位怎麼怎麼樣 說是國民黨控制 那你看武哲遠也被判刑啊 什麼施司長也被起訴等等 我認為不要這樣故意抹黑 武哲遠跟施司長好像不是買票的 不是買票的 我是說檢教單位如果國民黨控制的話 他是國民黨控制的 OK 好 來我們再接台北李小姐 李小姐請開炮吧 李小姐 大家好 請問問新黨的李先生 因為在那個公辦證件會的時候 因為有民眾大聲的喊叫 而且罵三字經 那至於新黨的那個朱高正 他同樣身為一個省黨的候選人 他居然跟民眾的水準 我想應該是比民眾的水準還要低 他在台上公然的罵那種三字經 簡直實在是不堪入耳 我想一個 作為一個省長的候選人 應該有他自己應該有的那種格調 而且 他的人格啊 我想說比一般聽眾啊 還要下淚一等的 請問你 對一個你們本黨提醒的這種人 你認為他夠格當候選人嗎 OK 好 謝謝你 謝謝你的指證 我想這些話應該讓朱高正來聽一下 我也不反對 但是呢 我要請您也想兩個問題 蠻好玩的 第一個 就是啊 那他站在上面啊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跟祖宗三代 被下面的人把他罵了二十幾分鐘 然後你要他做一個聖人 是吧 那麼我對他的反應 我不盡難同意啊 就像我剛剛也有人講不好聽的話給我啊 那我的風格 可能每一個人的風格不太一樣啊 不太一樣 那麼我還是認為一個看法 就是對 錯就是錯 講髒話就是不對 但是也不要忘記 你不要在下面 先把人家的祖宗三代跟爸爸媽媽 先罵了二十分鐘 然後叫他要有修養 這實在有點要求太多了啦 我不曉得您會不會有這樣的修養 我是不知道啦 那麼第二個呢就是說 要批評啊 要批評罵髒話 我會很同意啊 我也很痛恨政治人物 去講這些 幹多辣酸的髒話 但是呢也不要忘記 應該一體適用啊 不要說某一個黨的 一罵髒話 這叫發誓 另外一個黨的罵髒話 就要去抗議 這樣就不公平 我這樣說你聽到嗎 你如果知道你會去打電話 一些庭子電台 但是我會去講一下 你看你裡面 你會去講一下 你會去講一下 拜託一下 不是 講到朱高正 朱高正是選省長 不是選省議員 我今天講的是選省議員 好來龜山梁先生 請開爆 梁先生 喂 請說 OK 我想請問一下 新黨的 李先生 因為我 我先聲明一下 我是 剛剛從國外回來 因為我離開台灣滿久 是 但是事實上 我很欣賞 你們新黨推出來主要 我更不認識這個人 我是從 滿外面接觸 但是我還想更清楚 更清楚知道一點 他對我 對他本身對台灣的一些 比較更 detail方面的看法 你們在這店上 再闡述一下 什麼 這是我本身的立場 我不代表大眾 但是 你聽清楚了嗎 聽出於我的問題嗎 OK 好 謝謝你 這個他的意思就是 他對朱高正很 這個 對對對 那要我跟他講一下政見是吧 我看你的時間會不會用來 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講的是 審議員 不是講省長 對不起 您剛剛講的是 沒有 證件在說我稍微說一分錢 沒有你我來賣 是這樣子 我想他的證件上 他表達的倒是滿多 我只是一個簡單的講 第一個 他房屋有他特別的一個 德國經驗的房屋政策 是 那麼他用特別租稅的方法 來減少台灣的空屋比例 來讓住者有其餘 第二個 他鼓勵推動一個 60萬的免擔保的貸款 就是說你要在這個銀行 只要有 在生殖房屋裡面 你有存款證明 那你就有60萬的免 這個免擔保貸款 可以解決我們一般人 在應急的時候所需要的 我想這兩點 是他在這一次裡面 最民生性的一個話題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就簡單說 OK 你講兩點 那麼國民黨也要講兩點 來 國民黨請講 這個宋主義的 兩個主要的這個政見 宋主義他是 極明所極 苦明所苦 是 他就是腳踏實地的 為省政的規劃去努力 所以他的標題是 勤政 年能 愛台灣 以他自己 一年七個多月的 這個省主席的任內 他能夠跑遍 309個鄉鎮市區 而且帶回1500多個問題 而他逐項逐項的 要去解決 所以這個人 他是真正的 實實在在做事的人 因此他的政見 一共有16項 我想講兩項就好了 不用了 16項 OK 好 民進黨 我想 民主進步黨的陳定南 他提出一個 六個月他訴貪 他平管省政 他用這樣的一個 訴貪的決心 跟這個平管省政 所結宜的各種公共支持的 來花旺老人年金 來做福利的建設 我想這是一個 他很重要的一個政見 當然還有其他 也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詳細講 可以講兩點 你只講一點 好不好 那這個字你放棄了 不要怪我 OK 台北王小姐請說 王小姐請說 喂 喂 請說 各位好 請說 好 對不起 好 對不起 好 對不起 我們這個 對不起 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了 我們三黨也同意 我們這個統讀 暫時休閉 所以沒辦法建議 不要老是講到這個 沒有那麼嚴肅 我們講審議也 輕鬆一下就好 OK 新店的葉小姐請說 喂 你好 我現在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會選 因為我們 我們也知道馬英九部長 他本身在召會選上 他非常的執著 也非常的賣力 可是我們的李總統 我是希望我們李總統 應該站出來要稱讚一下 我們這位馬部長 而不是去台中 去安慰那些 被抓會選的那些人 我只有這個意見 謝謝你 OK 好 謝謝你 這一點呢 我們國民黨的李博先生 有沒有話說 我想馬英九 他抓會選 大家對他的肯定 我相信大家知道 我想馬英九 他本身也是國民黨籍的 因此這個李主席 我相信 在一個黨的東西來講 表示我們對人情 以我 的遭留 尤其在沒有定驗之前 誰都不能說他是有罪之人 OK 好 謝謝 我們再接一通 台北王先生 王先生請說 是 喂 請說 我想請教國民黨的李先生 國民黨一直說要端正選風 那為什麼他們國民黨的這些議長 被判刑以後 國民黨的高產要去安慰他們說 會選又不是殺人放火呢 那如果說知道這些人 明明會會選 為什麼你們還要提名他們呢 謝謝 OK 好 謝謝你 現在換你的聲音好了 這次的審議員的提名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中央的這個審核小組 凡是有這個判刑 或者受到這個案子的人 都沒有提名 我想這個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事情 是 你又有話說了嗎 大哥我有話要說 我的你有話說 大哥有話要說 這個幾個判刑的不提名 但是那個地區卻沒有提名 任何的其他的人 然後讓他報准參選 然後仕同提名 這個就是 知道嗎 小幾個比例而已嘛 好 民進黨呢 我想 國民黨他去年 在弄了一個很大規模的 這個所謂樹灘 或者檢舉這個會選的議長 但是 坊間有一種說法 市井有一種說法 說這是一種司法綁票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就說 你們有沒有看 如果是票開出來 有那個票 都好說 那如果票開出來 不是這樣 你就知道是 市井有這種說法 我覺得 應該國民黨是不是用 事實用行動 頂稱一下 現在是兩黨炮轟一黨嗎 很清楚 第一個我想在法治觀念上 要考慮到 當一個人沒有不在判刑 確定之前 不能夠把他當做一個 有罪之人 這是一個法治觀念 這是第一 第二 他說司法綁票這樣的事情 這完全是抹黑我們的司法 我想對司法人員是不公的 不能用這種方式來說 OK 好的 我們再接一通電話 基隆王先生 王先生請說 好 喂 請開報 喂 請開報 我想請問一下 民進黨的沈先生 民進黨的 是陳先生 陳中信先生 陳先生 對不起 請說 你們那個民進黨 神議員如果當選的話 要不要 要不要向國父及那個 國旗向那個 宣誓就職 OK好 謝謝 民進黨的 審議員當選以後 會不會向國父跟國旗 這個 我想民進黨在過去 有很多這個例子 民進黨在最後面的主張很清楚 我們認為說 這個國旗 我們認為因為國民黨過去 一種錯誤的國家認同 造成我們現在 國家人格的一個錯亂 我們希望能讓公民 來對這樣的一個 做一個公民投票的票捷 我們前不久 我們司主席在 談出所謂金碼策定 其實他那天的重點是在講說 如果透過公民投票來決定 即使百分之五十一 我們決定用中華民 我們也接受 這是我們民主進步黨 根據民主理論來的一個 基本信仰 OK 我提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講 要修兵了嗎 要來囉 還打到金碼策軍了 因為我當國大代表 幹了十二年 每次這個國大代表 當選要宣誓的時候 民進黨的國大代表 都不向國旗什麼來宣誓 大家已經說過 例外就是這樣 這國家認同還是很重要 另外金碼策軍不提就說了 這樣提金碼策軍 完全是投降主義者 你把金碼策的 這等於說我們金門馬祖 是一個山海關把它打開一樣 把兩把鎖打開 然後讓我們台灣成第一線 完全沒有把我們台灣 這兩千萬居民同胞的生命 跟財產放在優先 這是要考慮的 這個已經得到金碼 好了 我現在金碼獎了 我們現在簡單說一下就好了 你看這個炮太厲害了 把後面都炮瘋掉 你把車機給我 我想大家只是這樣子 我覺得陳先生 您逃避的這個問題 而且把它帶到 統獨的問題上來了 我今天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講法 我們不能逃避的 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 依據中華民國的法律 參加中華民國政府所舉辦的選舉 用中華民國納稅人的錢 所來辦的這樣的一個選舉 所選出來的公職人員 你不願意對中華民國的符號 國旗來做宣誓跟致敬的話 你無論用什麼樣的理由 我認為你受不過去 因為你還沒有用事實去改變這個現狀 就是我一個簡單的講法 OK 好 剛剛這個我們也一樣 剛剛是兩黨炮瘋國民黨 所以我們給國民黨一次反駁的機會 現在是國民黨跟新黨炮瘋民進黨 給民進黨一個反駁的機會 我想這個我不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基本上國民黨過去 他用不改選 來造成這樣的一個既定事實 那可是改選你改選你改選過了 改選你改選你還是一樣嘛 對 你剛會請說 那我想我們提出的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來制定一個 用公民投票法 然後來解決這個 可是國民黨來講 在立法院把公民投票一直壓著 不願意處理 沒有關係 你今天你給他說完 給他講完 那我想民主黨已經很清楚在黨綱講過 我們的政治意見 我們希望透過公民投票的方式來決定 我們不斷對外面講過 假如說我們的政治意見 得到整個台灣兩千萬人民 多數的贊成我們當然不讓 OK 好 總組可以休兵嗎 我想 可能要休兵 但是我也同意要休兵 但是這個不是講統徒 這是講中華民國的現狀 我用比較開玩笑的方法來講 因為今天要符合你節目的品位 所以我不會用我平常 那個樣子講給你聽 我認為是這樣子 中華民國憲法寫得很清楚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國旗叫做紅帝走上腳青天白日 不管我今天是不是脫離了國民黨 我想這個事實是我接受的 那麼講國民投票這個事實上 因為國民投票還沒有做 所以我都不承認一切 這個不通的 因為你國民投票還沒有做 你不承認一切 那你不要參選嘛 不要參選嘛 不承認一切 不承認一切 那我要告訴你 這是不通的 沒有道理的 再過來 事實上 已經國民投票過了嘛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怎麼說 我提一下 怎麼國民投票過 因為要達成各位的理想 有三條路可以走 國民投票是一條路 另外兩條路 人民都已經把你投票掉了 第一個就是 國民大會嘛 你可以把憲法中華民國改掉 國旗改掉 領土改掉 你只要擁有國民大會法定人數 你要怎麼改 誰在你誰在你 你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數額嘛 因為人民投票要把你火結掉了嘛 另外一個是立法院嘛 立法院就要有超過一半 欸 行政案長是你的啦 那所有的部位所長也是你的嘛 你也沒有超過一半嘛 這兩次被火結掉 你輸不真銷 你經常要說這顆的 這不通啦 這個我不能同意這樣的一個講法 基本上 因為國民大會的選舉的時候 我們提出的是一個自憲的主張 或者 但是今天 我們你可以看到國民大會那裡 用一個多數的暴力 甚至有人形容 國民黨提出的 寫出 但是任何世界上的憲法 從來沒有以多數解 從來憲法一定是一個國家基本綱領 一定透過一個朝野協商 即使再少數都要尊重一種協商 像現在的中華民國憲法 當年就是在張金邁寫的 是一個透過很少數一個民社黨的黨魁 張金邁所寫的 對不起 我們時間已經 但是我講一句話 所以我們現在 暫時新黨跟民進黨不要再說 我們拿國民黨說了 好 國民黨的國大代表多 就表示選民贊同國民黨的主張 所以就沒有話講 剛才講過 第二 日本 韓國各國都有反對黨 但是反對黨再怎麼激烈 他都要拿他自己的國旗 就是國家認同還是重要的 OK 好 謝謝 我們接最後一通 最後一通是台北李先生 李先生請說 喂 各位喔 你好 我想請問 國民黨的李先生 買票合不合法 如果不合法的話 那麼馬部長所說的 要查查費選是完真的 那我就感到很懷疑了 因為你們自己都承認買票了 今天會選的惡質化 引發出來的切道行刑 金錢政治 國民黨要負完全的責任 完全的責任 OK 好 謝謝你 這個我想 剛才有說過了 買票不合法 大概就是買票不合法 除非他這個袖子 才說買票合法 第二 當然是完真的了 馬部長不完真的 為什麼過去抓那麼多呢 所以我想 要相信政府 要端正選風的一個決心 大家來一起來合作 不要苛責國民黨 國民黨哪裡 我說承認買票了 我剛剛從頭到尾沒有說那個事情 OK 好 謝謝 大家好 這個最後呢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請 不要嚴肅啦 最後呢 各給你們一分鐘 我們再說一下 OK 很謝謝今天有這麼一個時間 來跟各位觀眾朋友報告 我想我們新黨推出來的 省印的人選是不多 在台北縣我們只有三位 基隆台中市各一位 總共只有五位 在這五位裡面 我們是精挑細選 那麼我們進省議會的主要目的 我們主要的政見 很簡單 就是進省議會去抓腰 去抓肩 為什麼 因為那省議會是搞得實在是有夠爛啦 這個呢 貪 這個包工程的 包省營事業的 包銀行的 什麼都包 連那個鐵路級的便當也在包 這很氣死人的 連裡面那顆乳丹都有人在包 那麼 包到這種程度的情況下 還兩檔分章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省議會開會的時候 國民黨的人不來 很抱歉啦 民進黨的我們是照常找不到人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推薦了好的人選 把當立法委員的人選 我們推進到了這個省議會裡面去 我們希望能夠改造省議會 只有改造省議會 我們省民的情境才能保障 只有有實力的省議員 我們才有能力去監督幾百萬選票民意的省長 謝謝大家 來 國民黨 我想我們省議員的候選人 他一定要當民眾的服務員 真正為民眾服務 為地方建設的建設員 他為地方來建設 我想今天 好 民進黨 理論上也不必說是國民黨 也不必說是國民黨 怎麼怎麼樣 因為你新黨沒有省議員 所以這樣講沒有包覆嘛 做話嘛 做話嘛 你也知道 國民心會做事看 對不起 我先上來不及了 趕快 應該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 黨籍的省議員 他選上以後 真正落實為民服務 為地方建設 從現在開始 OK 好 民進黨 我想 由於過去有民進黨的省議員 所以在這個官派的這個省主席之下 才能做到一點制衡的功能 那麼今年民主進步黨 推出了陳定然競選省長 推出了46位競選台灣省議員 我們相信 如果得到選民的這個支持 我們會把我們建立人能政府 建立福利國家 樹灘 把樹灘品管省政所結議的公共政 用來推廣福利 這是我想民主進步黨 一個很大的一個信念 希望各位選民支持 OK 好 謝謝三黨 各位 我們這個選民開放 基本上我們是走幽默輕鬆 不要這樣 OK 那麼下個禮拜六 我們同一時間 還我們要針對這個北市 北高兩市市議員 我們來請三黨的黨代表 來到我們現場 當我們的炮灰 給我們選民開放 OK 下個禮拜六 同一時間 大家記得收看 我是怡夫 選民快 而且民快炮記得喔 拜拜